大家好 上星期港股的走勢好多數是相當差 沿著二天線 一路向下壓下去 而知當然在外圍上 美國方面大家見到經濟數據一路轉好 開始大家都倡議或者開始估計 美國何時開始縮減買債規模 這是小事 反而是內地方面的監管壓力 不同的行業也繼續有相關整改或相關消息 令到投資氣氛暫時來說還是弱一點 上星期市貸貸的時候 成交勢跌的時候再大幅 而重要的支持位置很快就已經跌穿了 25500 至25500 一路跌穿 上星期五也低見24500 亦都補了在之前上星裂口的頂部 當然現在來說 我看港股去到多少位置低位 當然要看政策面何時鬆綁 而現階段當然市以現階段的下跌速度 其實還有機會試到接近24000附近的位置 其實都不奇怪 24000其實是甚麼概念呢 其實亦都去到上年10月份的橫行位的位置 但在業績上 其實過去這段期間 好實說 大家出來業績表現都是不錯的 只是大家市場的憂慮上 其實都還未說消退 怎麽能令到相關的憂慮消退呢 就是政策面開始淡化 這件事大家給少許時間 市場開始固埔培完才行 但這個情況要等待 地方面的監管壓力 開始要叫沒有消息 可能大家都當好消息地看待 所以接下來下個星期 其實資金上大家問得最多 科技股甚麼時候反彈 應不應該反彈 其實當然都是那句 大家量力而為 如果你說資金上吸納的話 往往要留意著 就是那個下跌的風險 其實暫時還未消退 大家在吸貨的時候 都要有一定的持貨耐性 或者持貨能力 所以現在只是適宜 可能開始叫第一柱的一個吸納 但接下來下跌的壓力 暫時還未必會這麼快消退 所以現在吸貨 可能都要有一定的 可能有一至兩個月以上的一個持貨耐性 大家在這些時候才可以去吸貨 若果純粹轉炒的話 留意就是 7月底大家都見識過 曾經試過一個V型反彈 一彈就彈了2000點 當時發生甚麼事 就是要留意 當日亦有些負面消息 但市場開始消化得到之餘 中午已經開始有個反彈之餘 收盤的時候都可以踢到高位 若果是這樣的狀況 或者是對成交配合 若果出現這樣的狀況 其實市場應該有短期見底 但當然要大家留意著 每日新鮮的一個部署 因為始終現時市場氣氛還是偏向審診 跟著兩回合 和喜利 有趣的女性 你有趣的